我们在进行实际预测分析的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预测结果比实际值偏大或偏小的情况 那么当预测结果比实际结果大时 收益管理的策略会过于激进 而预测结果比实际结果小时 收益管理的策略会过于保守 预测的精度是保证收益管理工作有效的重要前提 我们要进行准确有效的预测分析 首先要来了解关于预测准确性的概念 那么在预测准确性的介绍中 我主要跟你分享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误差 所谓误差 它就是指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 第二个重要概念就是预测的精度 即预测值与实际值相接近的程度 既然预测的精度是保证收益管理工作的有效前提 那么我们在进行预测分析的过程中 要尽可能地提高预测的精度 减少预测误差 预测误差产生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呢 第一 市场本身的原因 市场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我们根据以往数据 或者即时数据进行预测分析的过程中 产生很多的复杂性 第二是预测未来的一个导向性 本身就具有不确定因素 第三是来自预测人员自身 预测人员的业务能力 以及相互之间的配合程度 也会对预测的结果产生关键的影响 最后是预测方法和具体模型的选择 科学合理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地缩小误差 我们说在预测的过程中 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预测方法 提高预测人员素质 对市场有更充分的了解 来尽可能地缩小我们预测的误差值 以此来保证我们预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既然预测的精度是保证收益管理工作有效的前提 那么我们除了尽可能减少误差 还可以借助一些具体的指标 来进行预测的准确程度的测算 如平均绝对偏差 平均平方误差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以及平均百分误差等指标 平均绝对偏差就是整个预测期内每一次预测值与实际值绝对偏差的平均值 它的作用与标准偏差类似 但比标准偏差容易求得 平均绝对偏差能够较好的反映预测的精度 但它不容易衡量无偏性 在估计预测精度的时候 有时采用相对误差更加有效 相对误差是将真实值与预测值之差与真实值相比 平均绝对百分误差就是一个衡量相对误差的指标 平均平方误差就是对误差的平方和去平方值 它可以把平凡出现的预测误差放大 而把偶尔出现的误差缩小 所以这个指标特别实用 平均百分误差同时考虑到正偏差和负偏差 而不是求平均值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预测误差的计算练习 表格中展示的是某酒店 1月10号至17日出售客房数量为Zi 其中Zi的预测值为Zi帽 我们之前根据历史数据 对每天的出售量进行了预测 这个表格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 我们不妨通过这组数据 带入上述公式计算出上述对应的平均绝对偏差 平均平方误差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以及平均百分误差的数值 由于收益管理策略的执行和顾客行为的影响 收益管理系统中记录的需求数据不能反映真实的需求 较好的修复这些受约束的需求 将使企业更加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 制定出更加正确的收益管理策略 实现更大收益 举个例子 在机票的预定中 一旦某价格等级产品达到了销售限制 就会停止销售 通常航空公司只会提供更高价格的产品去供旅客选择 但剩余销售周期内 仍可能有最大支付价格为以关闭价格的等级的旅客的到来 其在不能够买到所期望的仓位时将离开 此时离开旅客的需求 就会成为订票数据上不可观察的一个需求数据 也就造成了预定系统中的数据不能反映真实需求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航空公司进行需求修复 就可以使他们的上座率明显提升 进而提高收益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 来看一下航空公司收益管理预测过程 第一步 采集历史定做数据 定做数据的采集通常开始于航班定做之日 数据采集执行的时间 被称作数据采集点 DCP Date Collection Point 一般以距离航班离港日期的数计算 第二步 进行无约数化定做数据的计算 对应的公式有两种 公式一 DCPX加1的无约数定做 等于DCPX的无约数定做 加实际定做变化 公式二 DCPX加1的无约数定做 等于DCPX的无约数定做 加实际定做变化 与历史定做变化的最大值 通过这些公式 可以完成第二步 第三步 分析数据产生预测方程 收益管理的预测就是通过电脑系统 把航班所相关的资料收集起来 进行统计学的处理 算出将来某一航班 某一等级的旅客需求 第四步 获取当前航班的定做数据 回归方程提供了一种将航班 离港之前的采集点DCP定做 和离港当日DCP23定做联系起来的方法 采用线性回归预测方法时 数据之间的关系 必须具有线性趋势 可以进行线性拟合 第五步 无约数需求预测 也就是使用无约数状态下的 真实需求进行的预测 第六步 代入预测模型 调整预测结果 需求的修复 由于实际情况中 真实需求很难获取 因此需求修复 是指对已经观察到受限需求数据 运用统计方法 将其恢复到无约数状态 其目的是找回丢失的需求 将需求修复的数据 用于对未来需求的预测 就构成了无约数需求预测的全过程 我们这次课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参与 学您好 这次课我们来学习酒店的预测 酒店可以通过研究顾客订房模式的规律 预测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 为此提供不同的价格 从而优化收益 随着酒店管理实践的发展 当前对预测问题的研究要求 越来越高 预测问题还面临着动态化和信息化的挑战 需求 价格 甚至房间类型 都可以在短时间发生改变 网络技术是原本激烈的竞争日益加剧 网络环境下的预测问题 也是酒店收益管理进一步发展和研究 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在酒店业中 不同客源市场具有不同的订房模式 酒店可以通过研究和利用订房模式的规律 合理管理价格的供给来获利 并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酒店会根据不同细分市场的不同预定规律 来制定相应的策略 并且鼓励或限制不同群体的预定数量和进度 达到整体上实现增加酒店收益和市场份额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 酒店客人主要分为商务散客 旅游度假散客和团体客 不同的细分市场有不同的预定模式 通过分析商务散客预定数据 可以掌握商务散客预定的规律 从入住前100天到35天 酒店的商务散客的预定房间数 从两间增加到了28间 而从入住前35天到8天 则从28间增加到了120间 从入住前8天到当日还是120间 在期间预定的房间数没有增加 是因为增加的预定数和被取消或被修改的预定数刚好相等 导致预定的房间数不变 由此可见 在入住日前四周内 酒店商务散客的预定量激增 第五周之前较少 这与其入住目的有关 商务散客旅行的目的是开展商务活动 一般计划性较强 出差的时间定下来之后 一般都要确定相应的住宿 要提前做出安排 商务散客价格敏感度较低 因此在商务散客预定激增的时段 应当将酒店客房价格定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酒店能准确预测 此期间将有多少间客房 能以较高的价格销售给商务散客 留到第五周的时候 就可以保留足够的客房 以获得更多收入 如果不这样做 就可能发生把客房以太低的价格 过早的销售出去了 等到商务散客的需求增加 而且岂能支付更高价格的时候 却没有空房可以提供 另外在淡季时 提前预定天数超过五周时 酒店可以把价格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 这样就可以用较低的价格 吸引一些对价格敏感 很早就预定房间的客人 以提高客房的出租率 因为酒店的客房如果不卖出 那在当天就无任何收入了 而在入住的一周之内 酒店的价格就应当提升到最高水平 这个时段 订房的客人往往因急于预定客房 对价格敏感程度低 市场上的客房供应量也已不是非常充足 酒店所面对的竞争便没有之前那样大了 要注意的是 商务散客也会因为商务活动的临时变化 而临时做出客房预定信息的改变 同样 休闲度假散客也有自己的预定规律 休闲度假散客的预定一般在四周之前 他们往往较早做出旅行计划 也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做好每个人的协调工作和申请假期 一般与家庭成员或朋友一起出游 因为是自费旅游 休闲度假散客价格往往较为敏感 直到预定越早 可能得到更多的优惠 针对休闲度假散客 酒店就要结合其他类型游客的订房数量 以及订房高峰来选择对齐的价格 针对他们较早预定的特点 在离入住日较早的时候 把价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吸引游客预定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扩大份额 当他们的预定量增加较快时 适当提高价格 减缓房间订购的速度 当离入住日期小于四周时 就要开始提高价格了 来减少他们的预定 这时支付能力较强的商务散客的需求 已经开始主导预定数量的变化 把更多的房间销售给商务客人 更加有利可图 留给休闲度假散客的客房份额 要准确把握 太多就会导致在商务散客的需求增加的时候 没有足够的房间提供给商务散客 使得利益受损 太少就会在入住当天出现空房 也会影响酒店收入 团体客的预定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每日客房需求量在50间到100间的中等团体 通常需要提前30天至60天预定 超过100人的大型团体 则需要提前60天至一年预定 一些小型团体 甚至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来预定 酒店需要接收什么规模的团队 需要结合商务散客和休闲度假 散客预定后酒店客房的剩余量 团体客往往能接受的价格较低 但也可弥补酒店有大量控房时的收入 总而言之 酒店的收益管理人员 要根据不同细分市场的不同预定规律 来制定不同的策略 去鼓励或限制不同群体的预定数量和进度 预测酒店的不同客源的预定时间及预定量 达到从整体上最大限度 增加酒店收益和市场份额的目的 一 商务散客 计划性较强 价格敏感度较低 二 休闲散客的特点 提前预定 价格敏感 在预定前期 酒店可以把价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吸引游客预定 在激烈的竞争中 扩大份额 在后期预定量增加较快时 酒店可以适当提高价格 减缓房间订购的速度 将房间留给价格敏感度低的市场 三 团体客户往往只能接受较低的报价 在酒店有大量控房时 这类市场是有效的收入来源 接下来 我们看一组关于酒店预测的 酒店的操作界面呈现的具体情况 首先是酒店一般的预测表格 我们通过这组数据 可以获取的信息包括 时间节点是11月30日 酒店的一个预测情况 房间数量是120间 最左侧这一栏的项目列表 包括预定的房间数量 预定房间数量占比 客房出租率的预期值等 表格主体部分是每一项 对应日期的具体数值 接下来 我们来看高阶版的 酒店预测的界面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会有更多更为具体项目 其实是对应了不同类型的顾客群体 包括个人商务旅客 公司团队旅客 全价顾客 以及预期的客房出租率 平均每日房价等等 具体化的酒店预测信息 可以帮助酒店对不同类别顾客的 分布情况有一个更明确的了解 进而调整酒店的定价方案 对应不同群体制定出相应的价格 以此来保证酒店收益的最大化 酒店收益管理常用的预测方法主要有 回归分析法 加法预测法 乘法预测法 加权平均预测法 实际上 运用这些预测技术方法十分复杂 通常都需要借助计算机和数学建模才能完成 今天 我们主要分享了酒店的预测 酒店会在掌握了自身接待顾客的类型分布后 根据接待顾客群体的不同 制定不同的销售以及定价策略 我们这次课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参与